2011 第二题 文书处理器可以建立一些文件 以下的文件用了什么格式化的功能呢? 答案就是用了分栏 分了三栏 另外有业首业尾 横向 另外边界有设定的 如果用文书处理器 去建立网页是什么理想工具呢? 答案就不是 因为以上所说的格式就已经不能够保存了 譬如芬兰、业首业尾等等都不能够保存 另外这些动态的网页就不能够即时预览到的